47名組織或參與2020年民主派初選的人士 涉嫌干犯串謀顛覆國家最遭到起訴 案件今日踏入第三天 在西九龍裁判法院提訊 資深大律師梁家傑在庭上宣布 終止代表被告譚文浩、郭家麒、楊岳喬及李宇信 而4名被告都退出公民黨 至於首日聆訊雲島宋院的楊雪瑩 她的法律代表交代楊雪瑩現在可以出院 短時間內可以抵達法庭 而譚俊傑大葬亦宣布終止代表林卓廷 因為被告譚文浩、郭家麒、楊岳喬、李宇信及林卓廷需時陳詞 再需爭議保釋程序報道限制 所以預期將會在明天決定 是否批掌重被告保釋 s pomp 和意敵人 恰